9月22日被公布的最新移民法案提案 公共负担法目前正处于60天的评论阶段 这项法案中最受关注的部分 就是在使用社会福利如粮食券、房屋补助和最低医疗补助后 就有可能被移民官拒绝利卡申请 这使得将要不如移民程序的民众人人自危 纷纷放弃使用福利的权利 美国社会一直以来都以保护妇女儿童等弱势群体 进行一定的人道主义协助 那么在美产子所产生的医疗费用 如果用白卡支付是否会影响未来申请绿卡呢 来美生子如果使用了政府的资源的话 你会留下一个案底 那么因为你要申请的时候 你要填表你的姓名生日 甚至呢你会不会给你个临时的号码 这样的话你有了案底 将来你在申请绿卡或入籍的时候 就会有一定的危险 我发现有很多来美生子的人 但凡他经济条件是可以的话 都听了律师的劝告 变成了自费 也就是在医院给的账单的情况下 全部付清 不留案底 这样的做法是可取的 应该鼓励和支持 此外专业的移民律师刘如华也告诉我们 如果是生孩子的产妇遇到紧急的生产状况 如需紧急送医治疗等等 是不被这项提案所包括的 但是正常的产前检查或产后护理等 涉及到白卡福利使用 则与普通的白卡一样 有可能影响未来的绿卡申请 此外隐瞒自身的资产状况 谎报为低收入申请白卡 若被起诉 就会留有案底 从而影响未来绿卡申请 因此 目前正在使用白卡 或者打算申请白卡的民众 如果有未来申请绿卡的意愿 一定要谨慎 虽然法案目前还未通过 但是一旦通过生效 具备法律效应后 就会切实影响到每一位申请者 没拿绿卡之前有了身份 大家都劝你去拿一个叫做白卡 白卡其实就叫medicade 我认为身体条件好 年轻又没有什么疾病的人 能够防止今后法案以后 把你套进去 他要是往前申请三年 说差你三年 是你是否用过这个白卡 那么你在记录当中 就影响你转换身份 那么如果能克服的话 尽量不申请白卡 申请了一个卡 虽然你没用 可是你卡在身 你有这个记录 确确实实 很多人申请了一年都没有用 这件事就留下了记录 对你确实不好 我们都知道 美国的医疗体系 是先救人再收费 而根据曹尼的新规 就算这些被救者不知情 医院帮助病患 申请了政府的医疗补助后 这些被救者在无形中 也形成了所谓的公共负担 未来如果想要申请绿卡 也可能受到很大的阻力 那么有没有办法处理呢 我相信有很多人 虽然没有绿卡 他有收款安全号 他有打工工卡 这种情况下 政府是有记录的 那么你尽量的和医院 能够形成一个共识 能不能分期付款 一点点把这个账清掉 没有记录 尽管目前法案 还在60天的讨论阶段中 但有不少政界人士 对这个移民法案 就表示了反对 具体最终被公布的法案 会如何影响移民未来的生活 美国中文网 也会持续为您关注